Hey! Welcome to the show! 这是一个...这不是唐人的啊 英国过来的 这个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呢?已经上楼了 这个是盖在这个上面的 然后它里面的东西呢?在这 什么东西?看这里 Resolution 3Z 楼 英国做的 这个就是金池 Wilson Banish 的这个扬声器 这个尖尖的就是它的脚钉 你看它的脚底座 这个是它的整体的这个底座 刀向口 脚钉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一共四个底座 它下面是滑轮 然后呢拆下来的时候呢 把这个整体给它拿出来 一做一提的 这块是软木 你看这里有块软木的 这个就是Echo Beric 的一个单元 看到吗?现在都是新的 嗯 这个扬声器是靠人力搬上去的 而且不是单单把扬声器拆下来搬上去 是三个师傅 整体把这个架子一起搬上去 搬上去的空间有多大 你们过来看 就这么一点点地方 你们过来看 你们过来看 就要把一个扬声器连同它的这个外包装一起上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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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走 走走 靠一步了 你再稍微一步 再稍微一步 再稍微一步 好,再上去 休息一下啊 休息一下 好了好了 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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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累了 没提到比赛还重了 重 没啥 我还给了比赛还好多 带金丝编眼镜的男人 又有新玩具了 按照指定时间 来到上海老叶家楼下 我惊讶地发现 搬厂公司已经开始工作了 这是从英国谢菲尔德发货的 Wilson Banach 矜持扬声器Resolution 30的外包装 黑色的铝合金航空箱 底部有滑轮 因为底座与扬声器 是不可拆卸的一体式运输方式 厂家对底座的固定设计相当考究 这对搬运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代理商纯音音响 派出了得力干将小胡 他亲自落场 并指挥这次高难度的搬运 首先要将运输箱拆下 换上狭窄楼梯 方便上楼的专门爬楼箱 将扬声器搬上六楼 老叶不是第一次 上一次我见到这个奇迹的时刻 还是他2017年的Magical Q3引入计 当时他请专业的搬钢琴的师傅 把合计毛重270公斤的两个箱子 从一楼搬到了六楼 将扬声器一丝不苟的重新固定在 爬楼箱的内部 确认所有固定件都在发挥作用 然后盖上爬楼箱的盖板 并反复确认已经锁紧 接下来就是一前两后 三人抬关将扬声器搬上六楼 整个过程我用镜头记录下来 在上海的炎热高温天 师傅们汗流浃背 当中还不得不休息 完成了一般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为这些班楼师傅们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